大家好,我是Stan 我想过自己的沟通方式会出问题 只是以为每个人的沟通方式都不一样而已 因为之前的事情受到了大众们 以及周边亲友们的担心跟指责 透过这件事情 我也是重新回顾了一下自己 发现因为有了在周围照顾我的成员们 粉丝们 工作人员们 我才能顺利地走过来 时间是无法倒转 我也是为了不会再回到之前的样子而在努力 我明白了语言跟行动的重量 会成为更成熟的人 今后会以Redvee的队长 歌手 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样子 以一般人培俊也会努力不让大家失望 希望不要再有因为我的不足造成的事情 而遭到指责的人 虽然有点迟了 大家新年快乐 目前韩国六大论坛网友们的反应是 6比4左右 还是负面比较多一点 是快要回归了吗 这么突然的道歉 只要从头到尾道歉就好了 还说什么沟通的方式什么的 你以为跟工作人员耍大牌 可以用沟通的方式来抵消吗 不管你要不要回归 但是你说话的方式也太好笑了 现在只要看到脸 听到声音 就会想到耍大牌 我绝不会消费的 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反应 说实话 我喜欢艾琳 希望你能真心的反省后 好好与Redweb活动 在反省的道歉文 还要这么拼死命的攻击 你们的人品也真的好不到哪里去 本人有在反省 受害当事人也说已经接受道歉了 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反正如果不隐退 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肯定会出现爆料文的 其实可以就这么安静的过去 但是还是这样鼓起勇气说了这些 真的觉得是有在反省 艾琳加油 Redweb也加油 我个人也是认为 之前有公开道歉过 这次又跟粉丝们道歉说会反省 所以真的没有必要检查 他道歉文里的一个字 一个字来找查攻击他 你不喜欢就不要给他关心就好 不要骂着人家耍大牌 自己也在那里耍大牌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用一张照片 出现各国迪士尼公主的艾琳 这张是将在1月27号公开的 艾琳先公开取得预告海报 在这个海报公开后 粉丝们之间突然发生了 把艾琳批图成迪士尼公主之乱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美女与野兽 冰雪奇缘 白雪公主 海洋奇缘 阿拉丁 魔法奇缘 小美人鱼 爱丽丝梦游仙境 花木兰 灰姑娘 无敌破坏王 帕尼洛皮 黑魔女 The Princess Diary 另外还有动物方程式里的Judy 所以大家最喜欢哪位艾琳公主呢 第四季 优优独播剧场—— The Princess Diary 第四季 优独播剧场—— Cats 电视剧场—— The Princess Diary 靠近 Easy C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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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